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开始来跟各位介绍 刑事诉讼法这个科目 各位都清楚 刑法权可以说是 国家对人民最严厉的制裁 刑法权动辄涉及到 人民的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 所以要对人民刻意刑法 一定要有严谨的程序 而这一套严谨的程序 我们就称之为刑事诉讼法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看到 行为人为社会有害行为 为了将其论罪科刑 所为之法定程序的总称 即为刑事诉讼法 而这个法定程序内容有很多 那我们要跟各位讲 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强制处分 一个叫做证据法则 强制处分 例如传唤 居体 代骨 通气 击押 搜索 扣押 那强制处分的目的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保全跟取得证据 而证据法则内容也有很多 那我们跟各位说明 最简单的概念就是 证据在什么情况之下 要被排除 证据在什么样的要件之下 要被采用 那我们简单用几个例子 来跟各位稍微的做一下说明 借由这些例子的说明 让你知悉 我们所研读的刑事诉讼法 它所阐述的基本理念 它所预表彰的内侃 简单来讲 你要先有一个认识 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法治国 我们对于刑事诉讼法 采取无罪推定 罪于为期 基本上 我们是 宁可错放 不可误伤 再重点一次 宁可错放 不可误伤 但是 一般普罗大众 没有念过法律的老百姓 总是会抱着 宁可错伤 不可误伤的基本心态 动则指责法官 恐龙啊 但是这种指责对法官公平吗 那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做这样的阐述 来看这个例子 警察破获漏包四负起案 追查六百天 通年露出真相 一起看内容 警方昨天增破 一起罕见的肉包四负案 高雄市一名蜜子与叔叔为了两百五十七万元的保险金 即联手四负案 历子将半个肉包强塞尽 骨瘦如财 中风贪患的父亲口中 致其耶死 叔叔则伪造使者身份 意图诈领保险金 但监警相验 发现使者 十道卡文肉包 自行而死 怀疑内情不单纯 展开长达戒六百天的追查 让真相大白 昨天将这对叔子一杀人诈欺未遂 及未造文书罪嫌遗受 两人昨晚遭财定惊压 我们念到这里 你会发觉 这一对叔子真的太可恶了 为了两百五十七万 儿子杀了爸爸 弟弟杀了哥哥 真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你不觉得这一对叔子 应该要神之与法 剥夺他们跟社会接触的机会吗 但是我们念到这里 你会发觉 这一些资讯都是谁给你的 警察 警察透露给媒体 媒体在依照警察的陈述 把这一段文字报导出来 但是警察的陈述就真的是事实吗 这是不是你单方面的推论 有没有证据加以证明 这个就是我们学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啊 不能跟一般老百姓 纯粹靠意测推理 我们继续的念下去 吴俊和向警方表示 前年12月27日上午9点 他上晚大夜班访家 见父亲脸色发黑 断气 立即暴起葬遗色 火化父亲遗体 但葬遗色 只需先报警相验 而检警相验死亡时 发现死者十道卡的大的漏包 是窒息死亡 且查出死者申请下 新光国派保险公司 投保投资刑及个人受限 四张保单 够257万 检警怀疑有内情 展开调查并监听 各位同学 监听就是一种强制处分 检警从保险公司资料发现 实者身份证帐贴的 竟然是其弟弟吴伯良 五十一岁 高雄四人 伤害公共危险情科照片 并得知吴伯良四股成绩 投资失利欠债上百万 其林姓女友是保险仲介人 令监听到林玉与吴伯良对话谈到 那件事会死人的 这样不好 更加怀疑就是一起谋杀案 警方透露 吴俊和应讯时 一度脱口 叔叔的一番好意 却害死我 一 俗辞 供辞 反复 也未通过 测谎 那测谎的信息为何 本校会提到 警方昨天将两人遗授地检署 检察官李怡征认为两人涉嫌重大 且有创政之余 逼杀人未照文书 诈欺未遂三岁 向法院申请羁押获罪 那羁押又是一个强制处分 那你要知道这里的羁押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两人涉嫌重大 且有创政之余 所以羁押获准 很明显这里的强制处分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保全证据 好 那相关的新闻报道 除了苹果日报有这样的进展之外 你还会去查联合报 中国时报都有相类似的报道 报道内容也都大同小异 你可以这样认定 这些司法记者 应该都是从警方那边获得相关的犯罪情节 而做如此的报道内容 那一般普罗大众 老百姓看到这样的报道 我想请问你 是否要强制弥迫 是否强栽肉包 杀父 撤犯他肉腺 强胃肉包 强味肉包 四七 狠必命子 肉腺 肉腺 罢腺 这一对 输死实在是狼心狗肺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我们想要请你 仔细的思考一下 你是法官 你可不可以因为 他有犯罪动机 就直接认定他有犯罪行为呢 你能不能因为 因为他因此取得利益 就认定他有犯罪行为 而要论罪苛行呢 我告诉你 依照这两点去做认定的 这叫做老百姓 叫做没念过法律的人 单纯从情感做认定 没有从理性 从感性 简单来讲 你一定要知道 有一个犯罪发生了 常常我们可以找到有 若干疑似犯罪之人 他有强烈的犯罪动机 而且因为犯罪的结果而或有定义 例如 因为经济困 他有强烈的犯罪动机 而且犯罪完了之后 他会有获利 被害人死亡 因而取得保险金 就像刚刚的例子啊 刚刚的新闻报导里面不是假 他负负责 他负责上百万 所以经济困 常常有人逼债 如果这个被害人死了 就有可能获得保险金 各位 那 有强烈犯罪动机 因为犯罪结果而获有利益 那我们能不能认为 他就是杀人犯呢 可以吗 同样的 我们如果看到好莱坞的电影 电影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情节 犯罪集团当中 有一个人被警方策判 愿意当污点证人 污点证人愿意出庭指控黑道大哥 如果他可以顺利的出庭作证的话 黑道大哥将会被神之无法 那电影里面常常会演 黑道大哥呢 就会指使人去杀掉这个污点证人 常常会有证人保护计划 神勇的警探会保护这个污点证人 不会被干掉 这样的情节您应该看过 那如果我们假设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神一个污点证人 还是被干掉了 那我们想要问一件事情 这个污点证人如果出庭作证 黑道大哥将受严厉的刑事制裁 污点证人死亡了 没有办法出庭作证 黑道大哥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 可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而免受刑事制裁 那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在电影院里面 或者你看DVD 你当然知道 黑道大哥 是指使杀害污点证人的迦爱人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电影情节不看 我们单纯以一个承办法官的角色 我们不能因为他有动机 而且他因为犯罪的结果而获有利益 就认定他有杀人的行为 而要论罪科刑呢 这就是我们要跟各位讨论 一般普罗大众 跟我们念刑事述咒 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必须要告诉你 有强烈的犯罪动机 因为犯罪结果而获有定义 那是警方犯罪侦办的方向 你可以借由这些犯罪的方向 锁定谁是犯罪嫌疑人 收集足够的证据之后 交给检察官 让检察官加以起诉 至于他有没有杀人 这个犯罪事实犯罪行为 我们不能依照推理跟议策 我们必须依照证据加以认定 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认定犯罪事实 即使我们认为不是他是谁呢 他有动机 他因为犯罪的结果而获有利益 不是他是谁 我告诉你啦 不是他是谁 那是一般老百姓的想法 以刑事诉讼法 你不能做这样的认定 再强调一次 犯罪事实应该依照证据加以认定 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 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 符合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议 一起看 高雄三年前发生漏包椰死贪腹 与诈领保险的害人谋杀案 检方认为密子吴俊和会通过 腮包指到父亲口中 等策谎关键 调查后起诉 但一审判决却大逆转 高雄地院认为 诸忧无证据显示 无难耶死父亲 策谎也不能当唯一定罪依据 策谎我告诉你 他叫做证据方法 他是证据方法里面的鉴定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3659 100年台上2325号判决 你可以自己看 他都叫做策谎鉴定 策谎鉴定 所以他是一个证据方法 没错 但是现行的实物见解也都认为 虽不能采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 但是仍然有证据能力 这个相关的名词 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了解 但是你要知道 策谎是可以当作证据的 但是不能只有策谎的结果 就要认定他有犯罪的事实 好回来 好 检方起诉认为 53岁死者吴宜钦 四年前第一 两度中风 四肢瘫痪 由长子吴俊和照亮 吴宜钦的弟弟吴伯良 冒用哥哥身份投保 保险上义人及吴俊和 2005年年底 吴俊和因为经济压力 您知父亲只能吃流子食物 尽肉包强行筛口 致父亲窒息死亡 各位同学 这个都叫做检方的议策 检方认为 他这样做 问题是 吴俊和以肉包强行筛口 导致父亲窒息死亡 检方你所陈述的事实 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有没有 你认为是这样子 但是你认为的事实 有没有证据加以证明 这个就是法院要认定的 好 吴俊指出 吴俊死时骨瘦如柴 敌养极度不良 不可能自行取用食物 且儿子对坐 腮包子到父亲口中 策谎也未过 但法院认为 有多人作证 表示见过 吴俊自行吃便当和面包 所以检方说 被害人 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 所以他嘴巴里面会有肉包 这个检方提出的事实 在法院被否定 检方说 他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 所以他嘴巴的肉包 是被蜜子塞进去的 可是法院调查的结果 很多人看到啊 这个被害人 可以自己吃便当 也可以自己吃面包 那你怎么会说 他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呢 加上吴俊期死时 嘴边并无 强塞食物的痕迹 吴俊和也向法官表示 因为上班关系 不忍父亲在家里东西吃 习惯把肉包放在床边 让父亲自行食用 何宇宁认为 虽然吴俊和 贵通过策谎 但策谎不能当作定罪的唯一证据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各位谈到的 策谎你先知道 我们有几个证据方法啊 证能最常见的 证能鉴定都是属于人证 那策谎 刚刚跟你谈到 是一个鉴定 我们书上都现在统一认定 策谎鉴定 它是专将 依据其专业知识所为的意见表达 那策谎 是以科学方法 依一般人在说谎时 会产生 慈缓 紧张 恐惧 不安等心理波动现象 由 鉴定人利用策谎仪器 将受策者之 情绪波动反应情形加以记录 又以判别受策者之 公诉是否真实 故策谎鉴定 谎鉴定人具备 专业之知识技能 傅事先获得受策者同意 所测试的问题 及其方法又具专业可靠性实 该行为人之策谎结果 如就否认犯罪有不实之 情绪波动反应 就像腮胞指到父亲口中 对不对 他说没有 但是呢 他有不实的情绪波动反应 那实物上认为 虽不能采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 但非无证据能力 能得公裁判之佐证 事实生法院 自得一 职权自由判断其证明力 简单讲 法院的意见是 如果你现在有其他的佐证 可以证明 这个历史真的有塞漏包到父亲的嘴巴里面有证据 然后再加上 测谎未过 我们可以认定他有杀人的事实 但是 如果你对塞漏包到父亲口中 完全没有其他的证据 你纯粹是推论的 你唯一可以拿出来作为证据的只有 测谎 那我们告诉你 测谎不能当作定罪的唯一证据 吴俊和被扣四副部分无准 但使者弟弟吴伯良 盗用哥哥名义投报 盗刷等行为 被逼 伪造文书罪判刑三年 吴俊和贵 筹措殡障费 盗刷父亲信用卡部分 判刑五个月 所以你要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用漏包 椰子勘负 警方检察官 只能靠动机跟犯罪结果去推论 但是我们不能依照推论来认定犯罪事实 你要认定他有杀人 就麻烦你拿出证据 没有证据 不能认定犯罪事实 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民事诉讼 最基本的精神 证据裁判主义 无证据不能认定犯罪事实 犯罪事实要依证据认定之 再强调一次 你可以因为他有强烈犯罪动机 以犯罪结果而获有利益 锁定犯罪行李人 成为你犯罪侦办的方向 但是杀人的行为 拿刀杀 拿枪射 拿毒药下毒 那我告诉你 你要找到刀 枪 毒药 你如果找不到这些东西 我请你注意 你要有其他的证据来加 證明 比如有目击证人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 撤谎的鉴定报告 那我告诉你 没有证据 不能认定犯罪事实 有很多东西 都不能作为唯一证据 除了我们这里告诉你的 测谎鉴定之外 后面还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被告的自白 被告的自白 也不能作为 认定犯罪事实的唯一证据 好吗 这个都是现代刑事诉讼法 所强调的观念 这个我一定要请你注意 好 谈完这个例子之后